我出生的时候 正值十二月末的深冬 没有人告诉我 我从哪里来 也没有人告诉我 我应该朝往哪里去 我生在一片冰天雪地 睁开眼看到的第一幕 就是蔚蓝的天 和洁白的落雪 那时候我以为 只有被上天眷顾的孩子 才能生长在矮矮白雪里 后来长大我才明白 那意味着被丢弃 出生的年纪 我既不得有关生命续存的所有经历 但年幼的我永远记得 那个抱我回家的男孩 那个仅仅大了我七岁的幼稚男孩 我是一名弃鹰 但幸运的我 被七岁的罗桑捡回了家 罗桑 一个赫然出现在我生命里的男人 在我出将这个世界的那一刻 他就告知我说 他是我的哥哥 他的家 便是我的家 所以 我第一句会讲的话 就是哥哥 时光一晃五年而过 我五岁 罗桑十二岁 这一年的我们 还住在乡下挨脚逼坐的平房里 罗桑的父母在外打工赚钱 而家里的一切琐碎 都要由罗桑一个人承担 又小调皮的我 还不懂罗桑有多辛苦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每天带着我去他的学校 甚至 还恳求的在班主任的面前说 我的妹妹很乖 他不会影响老师上课 我会做到班级的最后一排 不去影响任何人 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只有我能照顾他了 我还记得 那天班主任的脸色很苦恼 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罗桑的请求 从那天开始 罗桑日复一日的上学放学 而每一天 我都要跟在他的身边 有时候我走不动了 他就背着我 行进在回家的夜路上 那一年 罗桑的父母没有回过一次家 而那一年 罗桑的身高长到了一米七七 但却瘦了十多斤 时光匆匆而过 罗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他成了全家人的荣光 青春正当年的他 准备独自一人 前往北京那座闪闪发光的城市读书发展 而十二岁的我第一次离开他的照顾和陪伴 不懂离别的我并不知晓罗桑的离开 一别就是一年整 我还以为他会像从前一样 在熟睡后的第二天清晨 摇醒我缠绵的梦境 温柔的在耳畔告诉我 罗雪要上学了 车站道别的那个正午 我和罗桑的爸妈一起送去了车站 我看着他们一家三口不舍的道别 而轮到我的时候 他默默地注视了我很久很久 这一年 他一米八三 我一米五五 他十九岁 我十二岁 逆光中 我傻傻地冲着他笑 他却哽咽地挤不出一丝笑容 那天 他告诉我说 要好好照顾自己 要好好读书 他在北京等我 罗桑离开后的那一整年 我习惯性地每晚在家门口的小卖部 用公用电话 跟他诉说我一天的遭遇和经历 他也和往常一样 安静地听着我讲心事 我们互相吐槽彼此的遭遇 那些好笑的 伤心的 劳累的 以及浪漫的 我永远记得 罗桑在大一上半学期期末的时候 他兴奋地在电话里告诉我说 他拿到了奖学金 同时 还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大概就是电话挂断的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 喜欢和亲情的区别 从记事到如今 我一直以为 深藏在我心底的那些 蠢蠢欲动的情愫和依赖 都只是因为 他是我的哥哥 他是照顾我 养我长大的亲人 而当我听到 他有了喜欢的姑娘 他想要好好疼爱对方时 我才明白 原来 喜欢一个人却无法表达心意识 竟是这样的感觉 罗桑恋爱了 而从那天开始 我再也没有每天暗示不断地 给他打去电话 因为他告诉我 他的女朋友会介意 他说他要把他全部的休息时间 用来陪伴那个女孩子 不再联络的那些夜晚里 我把罗桑留下来的磁带 一盘接着一盘地听了个遍 我分看了他书架上的所有小说和书本 我偷偷地看完了他小时候写下的日志 我每天按时收听他平时最爱听的广播电台 直到那个电台节目下架 不再出现 而时间竟然就这样 缓烂且无声地 过去了四年整 我十六岁的那年 罗桑父亲的事业突然做大 为了事业的发展 我们一家人都搬去了北京 而我眼明正言顺地 读上了北京的高中 只是那一年 罗桑刚好毕业 他面临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择 步入社会 创业或工作 一家人重新团聚后的日子 并不及我想象中的那样 罗桑的变化是巨大的 他成熟了 却也更加忙碌了 以往那个回家后 第一件事就是为我准备饭菜的哥哥 现如今 连一口温热的晚饭都过不及 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 他的步履越来越匆忙 我们的心越来越远 直到我17岁生日那天 我和他说好 晚上要早早地下班回家 陪我吃饭 我没有告诉他 这天是我的生日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忘记 生日的这天夜里 罗桑的爸妈因为工作 而在外地出差 我一个人守在小小的蛋糕前 蜡烛点燃一根又一根 燃尽一根又一根 可罗桑还没有回来 我忍不住地打了他的电话 他却告诉我说 他的女朋友生病了 他要晚些才能回来 空旷的客厅里 我回头朝着窗外看了很久很久 渐渐地 透着暗蓝色夜光的玻璃窗上 落满了雨滴 也不知道 是外面下了雨 还是我模糊了眼眶 他应该 没有带伞吧 落雨的北京深夜 总是透着一丝丝的陌生根寒冷 可能是因为后搬来这座城市的缘故 在北京 我永远都找不到归属感 罗桑父母在家的时间很少 白天我又要上学 每天也只有晚上的时间 能看到罗桑 可最近一段时间 他也很少回家了 生日的这晚 我等他等了好久 心里难耐之时 我拿起了立在门口的黑色长冰伞 忘记穿外套 忘记拿钥匙 就那么一意孤行地 握着手机 走出了家门 单元门的电子门口外 我撑着伞 看着小区大门外来来往往的车辆与行人 我在等罗桑的归来 再等一个没有伞的大男孩 再等一个 今夜可以陪着我小用蛋糕 祝我生日快乐的哥哥 更再等一份 我自认为的归属感 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第一次听闻 罗桑有了喜欢的女生时 那是我第一次确认 我对她的感情 小时候 我胆小灰色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心意 长大后 更因为别人口中的伦理道德 而彻底隐藏了自己的内心 我不敢和任何人说 我喜欢罗桑 我怕别人说我是怪物 更怕罗桑因为我而被人指点 可只有我知道 隐藏在内心的那些冲动和爱慕 在随着年纪的增长 而一点一点的生根发芽 她在破土 在奋力生长 她想冲破思想的禁锢 她在不断地怂恿我 去追求内心所爱 但我深知 我不能害罗桑 更不能害了罗桑的父母 人这一辈子 活的就是物质活面子 或许 这构度早熟的观念 对于17岁的我来说 太过超前 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自闭 我自卑 我早早地懂得了 这个社会的人情冷漠 更懂得了不麻烦别人 是我应做的职责 我是弃鹰 这是罗桑父母亲口告诉我的 他们更告诉我 他们不会对我有太多的照顾 因为我的身体里 没有流淌他们家的血液 这句话 整整伴随了我17个年头的人生 所以我活得小心 活得察言观色 活得默默无声 守在家楼下的这一晚 一个小时过去 两个小时过去 我都没有等到罗桑的身影 眼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从9点走向凌晨12点 我的视线里 都没有出现我希望出现的那个人 而此时此刻的我 因为没有带钥匙 而没办法回家 我打开了罗桑的微信对话框 犹豫不决地 给他发送了一条消息 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可他并没有回复我 我通靠在单元门后 这个雨夜仍旧在继续 肆意地雨滴在门外的时间上 啪了作响 而我就这样 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再次醒来时 我重新回到了我温暖的小床上 睁开眼的一刻 散口的干涸感 让我觉得难受被加 而卧房的门外 我听到了罗桑兴奋的声音 小玉同意我的求婚了 爸 妈 我昨晚照顾小玉的时候 我和她提了结婚的事 她同意了 我打算下周就正式跟她求婚 你们帮我选个日子吧 我要和她结婚 当耳边 这句句真实的声音响起时 我漠然地看了看头顶的装饰灯 这不是梦 是真实存在的 而我这一刻才发现 我的右手臂上 打着静脉点滴 没一会儿 我的卧房门被轻轻地推开 卧桑端着餐盘走进了屋 她看到我睁了眼 就紧张地快步走到了床边 担心地问道 怎么样 感觉好些了吗 你昨晚怎么自己一个人待在楼道里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苦涩地笑了笑 丹河的嘴角被扯得生疼 我是不小心睡着的 你呢 你几点回来的 没有被雨淋到吧 晃瞬间 博桑眼神悠长地看了我好久好久 而这一眼 似乎回到了几年前 她第一次从家乡离开去北京时的一幕 这个眼神 我在车站看到过 当年的她 就是这般依依不舍的 同我道别 视线相交的一刻 我默着声没有说话 博桑抿着嘴角笑了笑 对我说 昨天是你的生日 对不起 我给忘记了 今天哥哥不给你 好吗 他把餐盘上的几粒胶囊塞到我手边 把这个吃了 一会儿我给你做吃的东西 今天我不去公司了 就在家里陪你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这一举一动 都没办法让我再对昨晚的事 有计较的情绪 一次生日而已 生日再重要 也不及他求婚成功重要 博桑站起了身 说道 我现在就去给你弄吃的东西 可下意识里 我伸手 就抓住了他的手臂 博桑回头看着我 沉默着不说话 我淹了烟干涩的喉咙 说 哥 你求婚成功了 是吗 博桑点点头 我竭力地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那 以后你们结婚了 你是不是就要从这个家里 反 下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博桑微微抿了嘴角 恩 搬去新房子 可能对于我来说 十七年的光景里 最痛苦的是 不是自以为的寄人篱下 不是同学的冷眼相待 也不是无数个漫长无声的孤独黑夜 而是 博桑说他要娶别的女人为妻 然后从我的身边彻底逃离 我是个胆小懦弱的人 即便我曾在心里无数次的呐喊 博桑我喜欢你 可这一句 我依旧没有说出口 博桑婚礼的那天 我以伴娘的身份出席 博桑说我是整个婚礼现场 除了新娘以外最美的女人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 再美 都抵不过新娘身上的那件洁白婚纱 博桑大婚的那一日 是我这一生都无法释怀的噩梦 博桑新婚的那对情侣戒指 是我亲手送上舞台的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两人互相交换了戒指 而那一刻 我不争气地哭了 我像个小丑一样 站在新郎新娘的身边抽烟 婚礼司一看着我不知所措 新娘一脸无奈地小声让我下台 而只有博桑 她沉默地看着我 一句话也不说 我知道这样的举动太没分寸 可我忍不住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博桑那天没有责怪我 在她的眼睛里 我看到了温柔和心疼 有时候我都会怀疑地问自己 博桑她 是不是同样也喜欢我 只是她和我一样 不敢说出口而已 博桑大婚后的那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学业上 我依旧是那个懦弱胆小的我 所以为了逃离眼下的痛苦 我在高考志愿栏里 选择了最难辨的一座城市 深圳或许只有离开了北京 离开了博桑 我才能好好的生活 好好地为自己而活 通知书下来的那天 博桑刚好从上海出差回家 她听闻我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所以第一时间来家里恭喜我 而见面的一刻 我忽然觉得 结婚成家的她 变得有些沧桑了 她的头发长了 她的身材有了微微的发福 而这一切都是我以前没有留意的 这一次见面 她的眼神多了几分事故和眼藏 她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 从北京坐飞机前往深圳的那天 博桑一个人 把我送去了机场 她帮我提着重重的行李 抵达国内出发的入口时 她担忧地说道 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一起去深圳 我把你送去学校 我再回北京 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笑着摇摇头 你要在家里陪嫂子呀 她不是怀孕了吗 你要陪着她才对 罗桑无奈地笑了笑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感叹地说 你是大姑娘了 可听到这句话的我 并没有觉得多夸赞 我深吸了一口气 淡然地说道 好了 就到这里吧 我还要去办理托运 你要好好的 工作不要太辛苦 我到了深圳以后 会给你发消息的 说完 我伸手拿过行李 转身就要走 而罗桑突然伸手抓住我 说道 你 一个人要注意安全 我不在你身边照顾你 你要自己 可能 是离别的情绪太人心绪 也可能 原本压抑在我心里的情愫 终于在分别的一刻 风盘爆发 罗桑化落的那一瞬间 我转身 就拥进了她的怀中 而仔细想来 从多年前 她离家去北京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再也没有 这要拥抱过了 拥抱 不舍 别离 机场分开后的那一路 我的外套上 还留着罗桑衬衫上的味道 轻轻淡淡 让人熟悉 背向而驰的路上 我没有回头 我不清楚罗桑在原地看了我多久 但我知道 在我没有彻底消失之前 她一定没有离开 就像小时候 她助力在校园门口 默默地看着我一个人走向班级 她让我不要害怕 要勇敢 那时候的她 永远是我身后的超人 替我抵挡所有险阻 而这一次不同的是 以往 她会在学校门口等我放学 但眼下深圳这一行 没有归期 我想罗桑她应该也知道 离开北京的我 可能很少再回来了 因为罗桑的父母说过 考上大学以后 他们对我也就算是人之以尽 他们不求我给他们什么回报 但不会再承担我成年后的生活安排 比如读书费用 比如工作 比如嫁妆 而我也从来没有奢望过这些东西 我感恩我的养父母 更感恩罗桑 飞机落地时 走出机场的一刻 迎面的暖风 让我彻底察觉到了这里和北京的不同 我停留在出口的位置 深深地对着这座仍旧带着绿意的城市 喘息了一口气 似乎 新的生活 就这样开始了 只是 打车离开的路上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提醒 是来自银行账户余额的提示 我的储蓄卡上 莫名多了三万块钱 我不晓得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但肯定不是我的 很快 我的微信对话框里 闪现出了罗桑的消息 缺钱了就跟我说 你刚去那里 父母给你的钱肯定不够 不要做勤工俭学一类的事情 你把你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罗桑给我的那笔钱 我没有拒绝 但我也没有动用那笔钱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不收下那笔钱 罗桑会比我更不安 在深圳读书的日子 我过得充实且忙碌 我将自己全部的时间都填满 为的就是 能让自己少一些精力 去思念罗桑 照例的 我每周日晚上 会给我的养父母打一通电话 因为勤工俭学和奖学金的额外收入 我还时不时的 给养父母邮寄一些礼品回去 只是半年过去了 我没有主动给罗桑打一通电话 虽然他偶尔有来短信 但我全都视而不见 渐渐的 他给我发消息的次数 也少了 我们唯一的交流 就是朋友圈里的点赞 我的每一条状态 他都会点赞 我想 他可能是想让我知道 他一直在默默关注我 罗桑的妻子小玉临近生产的那一个星期 我因为要办理护照 而回了北京 回京的事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头顶的阳光正炙烈 眼前的一切都还熟悉 可能唯一的变化 就是小区里的流浪猫 又多了三次只 想着 以前我和罗桑无聊的时候 还会下楼喂喂流浪猫狗 无拘束的畅谈人生 那时候 罗桑和我说 他的梦想是当一个画者 能随心的去他想要去的地方 带着他想要保护的人 以及他的画笔指示 那时候的他已经选择了证券行业 并在行业里小有起色 他和说我 选择证券 并不是他本意 但他要对小医的人生负责 小医想在北京安身 他必须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眼前 小区里的流浪猫狗 活蹦乱跳的在花坛边游走玩耍 我看着曾经我和罗桑 常常休憩的那个三角凉亭 那里的座椅已经斑驳不堪 好似我离开后的这半年多时间 他经历了太多的风吹雨淋 转身朝着单元门走去的时候 无意间 我在墙体的反光镜上 看到了我现在的模样 不知从何时开始 过往那个每天穿着深蓝白色条纹校服的女孩 变成了如今的历领风衣和黑色高跟 这些改变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渐渐侵袭我的生活的 无奈而笑的晃瞬间 我的身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塑料袋 里面是深褐色的猫梁颗粒 我顺着那双手看向了那个人 竟然是罗桑和罗桑的重逢 没有波动 没有惊讶 我们两人一前一后的走上楼时 他提着我的行李箱 有些喘气的说 罗雪 是谁教你这么打扮的 我刚刚 差点认不出你了 你好像又长高了 而且瘦了眼前 还有半层台阶就要走到家门口 我属然停在原地 回头看着他问道 那你喜欢这个样子的我吗 请客之间 罗桑没有开口说话 他低头笑了两声 说 以前我刚认识小玉的时候 他也是这身穿戴 挺好看的 挺适合你的 或许 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才真的想清楚 为什么 我会在风格众多的衣物中 偏偏选择了素色风衣 以及磨脚的黑色高跟鞋 恍然的这一刻我才知晓 我竟然不知不觉中 活在了小玉的阴影里 走进家门时 让我没预料到的是 小玉竟然也在这个家里 家门打开了一刻 小玉的脸色并不好 他似乎早就等在了家门口 眼神怒视地看着我和罗桑 我站在原地迟疑了片刻 小玉看到我的时候 他竭力地克制了一下自己的神态 接着对我说道 罗雪回来了 怎么没听你哥说 我微微笑了笑 恩 也是突然决定回来的 小玉探头看了一眼 站在我身后的罗桑 嘴里嘟囔着说 我还以为他又去楼下 喂那些流浪猫狗了 我都和他说了很多遍了 那些东西脏 如果影响到我的宝宝怎么办 看到小玉嫌恶的样子 我回头看着罗桑说 哥 嫂子现在怀孕 还是注意一点比较好 罗桑有些无力地摇摇头 恩 我知道 我没有摸他们 回家后的这天 养父母给我做了很多丰盛的餐食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饭桌旁 倾诉着这半年多的变化 罗桑有说有笑地跟我讲着 他最近一段时间经历的去世 而唯独 小玉一直沉默不语 我在桌下用手臂碰了碰罗桑 我给他使了眼色 让他留意小玉的状态 罗桑侧头看向小玉的时候 他开心地就询问了过去 是饭菜不合口吗 怎么不吃东西 还是话没说完 忽然 小玉仰手 就打翻了面前的粥碗 碗筷叮叮当当的落地 冒着热气的粥食 撒在了他的衣服上 罗桑急忙就要去处理 可这时 小玉发起了脾气 罗桑你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很早之前就说过 我对海鲜过敏 可你竟然做了海鲜粥 是因为罗学喜欢 所以你就做这些东西是吗 我和你结婚这一年 怎么就没见你亲自下过厨 你现在是不是还放不下罗学 她可是你妹妹啊 你还放不下吗 花一落地的一刻 饭桌上的所有人都挣住了 包括我 或许是因为孕期情绪不稳 也或许是小玉在心里隐忍了太多委屈 当我从小玉的嘴里得知 罗桑放不下我的时候 我才知晓 原来 从前的那些感情戏 并不是我一厢情愿 有些爱意 总是相互滋生 也相互掩藏 小玉发火的那晚 她因为情绪过激 引起了剧烈的腹痛 我们一家人被小玉的模样吓坏 养父急忙下楼开车 罗桑和养母就拖着小玉下了楼 只是临着上车前 小玉说她不想见到罗桑 所以 养父母先行带着小玉开车离开 而我和罗桑 乘坐了另一辆车 行往医院的路上 罗桑紧紧地跟着养父的车子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一言不发 可能 我们彼此间都心知肚明 但彼此 都不愿意坐先开口的那一个 车子在抵达医院的时候 罗桑急忙就要下车 可也不知怎的 我无法自制的 就拉住了罗桑的手臂 我想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即便这个时刻 并不应该这样做 罗桑的身体僵硬在车座里时 他缓了好久 侧头看向我 罗雪 我们的事 等小玉的撞碰稳 我开口道 你爱我吗 或者 爱过我吗 我想 此生此刻 我都没有任何一个瞬间 比现在更紧张 比现在更茫然 罗桑凝视着我的眼 久久没有说话 但我想 这片刻的沉默 也便足够了 因为我太了解他了 了解他的一举一动 了解他的每一次沉默 了解他无法掩饰的 默认的眼神 我松开了他的手臂 笑着说 去吧 小姨应该在等你 当罗桑的身影从我面前消失时 我一个人下了车 沿着这条街道 走了很久很久 我也忘记自己到底走了几个小时 也忘记 兜里的手机闯进来了多少消息 不知不觉 我竟然走到了家里的小区门口 而低头的时刻我才发现 自己的脚腕 已经被高跟鞋磨出了血 受伤的位置血肉模糊 但并未觉得有多疼痛 相比心理的感触 皮肉之伤又算得了什么呢 心里愈发酸楚之时 我摸了摸上一斗 还好 这次我没有忘记带家门钥匙 站在家楼下的那几分钟时间里 我抬头看了看一望无际的黑夜 那颜色深沉的让人压抑 也不知道 小医有没有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 但必须清楚的是 我应该离开了小医生产的那夜 我悄无声息的带着行李 逃离了那个家 就如同当初从北京逃去深圳 两次奔走的心情 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但这一次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回答 罗桑 现在我要彻底退出你的世界了 但还好 临走前 我在你的身上 得到了我想要的回答 无尽黑暗的深夜 我一路拖着承载了过往十多年记忆的行李箱 行进在不知去向的路上 我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闪现的来电提醒 我挂断了一通又一通 而当我下定决心 删除掉有关罗桑的所有联系方式时 我最后一次看到 他给我发来的消息 我爱你 我来听我们的经历 来听闻 她撒得好 我来听闻 我来听闻 结果 我来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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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听闻